我不想 放开我 想想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们了 赶紧走 走 走 一个小姑娘 竟然能卖这么多钱 这下 我欠的债 就全部还清了 说不定 还可以小赌粮吧 妈妈 快救我 走 千千 妈妈救我 走 走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不能带她走 她是我的女儿 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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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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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个赔钱货吗 那个是你的亲生女儿 千千 亲生女儿怎么了 没有了 咱们还可以再生吗 你是不知道 这次我们来了个豪价位啊 千千 没了女儿 你跟狗在生一个 放开我 放开我 千千 妈妈 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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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哥 那丫头 不 跑了 别吹 快 千千 快 千千 千千 把这条项链带好 以后不管到了哪儿 妈妈都能把你找到 好不好 嗯 走 妈妈 妈妈 钱都给你了 还要把她带过去 还要把她带过去 做梦 我走 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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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不要带走我的孩子 不要 帮给她 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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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妈妈 天涯海角 妈妈一定会找到你 天涯海角 白银水当航 如果千千还在 应该也快要结婚了吧 白董 我们该入场了 苏妇两家婚姻一成 可真就是地位无人可撼动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家小宁能嫁给副总这样的男人 什么地不地位的都不重要 你说是吧 是哪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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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董 怎么回事 撞了人也不道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这话什么意思 算了 没关系 来 以后走路还是小心 抱歉 抱歉 不好 他们要追来了 姐姐你快跑吧 别管我了 不行 说好了你要保护我一辈子 我绝不会丢下你 两个兔崽子 你们跑不掉的 快点 别让他们跑了 你去那边找 我找这边 颜哥哥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只要你拿着它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忍住彼此 颜哥哥 再见了 不要 那两个兔崽子肯定在里面 进去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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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眼睛熏瞎 明天带去交货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走 带去交货 放开我 妈妈 颜哥哥 既然我将结婚了 这么多年 你们怎么还没有找到 喂 是我 好 让董事们等一下 我马上到 不要啊 我还有点事要忙 你先带宋小姐下去休息 是 先生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婚礼还没结束 傅氏总裁怎么就走了呀 有什么好奇怪的 傅妄言如今是玉城顶尖的商业奇才 不是为了联姻 她哪会去苏宁这种瞎子呀 这场婚姻本来就是她高攀了傅家 你干嘛 先生说让我带苏小姐下去休息 她已经瞎了这么多年了 她要是想走自己会走 拯不着你扶她 是 苏宁 你不是想就知道 这只是一场生业的名额了吗 你没事吧 小心一点 这里台阶比较高 没事 谢谢 紧紧 苏小姐 先生让我带你去休息 跟我来 好 麻烦了 刚才那个角度好熟悉 你说她会不会就是浅浅 这些年我们遇到的女孩 没有一万也有几千了 要说像李小姐更像一些 你要是不放心 我派人去查查她的底 好 去查一查 要你查的事呢 怎么样了 目前还没有消息 这都已经七年了 始终还是没有下落 你看她会不会 只要能找到浅浅 让我赔上再多都没关系 继续找 我一定要找到她 是 七年了浅浅 你到底跑去了哪里 为什么我怎么都找不到你 对不起浅浅 为了更快找到你 我必须赚了更多的钱 去赌追那些股东的罪 和素教联业是我最好的选择 你一定不会怪我的 对吗 福哥 你电话 孟爷 不好了 苏小姐说坏了你放心的盒子 那是我写给浅浅的信 她有什么资格碰 先生好 他人呢 他还赖在里面不肯出来呢 谁要你动我东西的 不是 是 桃小姐说你有事找我 所以让我在这里等你 这些信件 是她弄掉的 苏小姐 你可别血口喷人 分明是你非要进来的 还到处烂碰 才摔坏了盒子 他们 可是都看见了 去朝下别墅的监控 看看究竟谁在撒谎 是 福哥 刚刚监控被掐断了 我知道了 难怪刚才苏小姐一进来 就说要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一定是她趁那个时间 去把监控给弄坏了 不是的 不是那样的 够了 都给我闭嘴 在我父家 苏小姐只不过是一件联姻的工具 麻烦苏小姐记清楚了 以后我的东西 你 不配怕 还有 唐力你也记好了 以后再敢带苏小姐 动我的东西 你知道后我的 真的是 苏小姐她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去让唐伯父带你回去 妄言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竟然害得我险些被妄言等一家去 死瞎子看我不整死你了 苏小姐 您还在这看书呢 来不及了 来不及什么 今天是先生的生日 他马上就回来了 可是蛋糕还没准备呢 生日 章妈 谢谢你告诉我 我这就去准备生日蛋糕 好 唐小姐 先生 可是从来不过生日的 上次有个客户 为了讨好先生 给先生订了个蛋糕 结果呀 先生是大发雷霆 直接在全行业 把他给封杀了 那只是个客户 这位可是明媒正娶的妻子 放心 妄言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哎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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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睁开眼睛吧 哇 谢谢浅浅 我都忘记今天是我生日了 先许个愿吧 好 许完了 吹个蜡烛吧 等我长大了以后 我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生日蛋糕 以后每年都给颜哥哥过生日 好 那么说定了 以后如果没有浅浅的蛋糕 哥哥就不过生日了 你怎么敢 谁告诉你今天是我生日的 你是在找死吗 我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真心的地方怎么又要无事 这项链他怎么自有 琴琴如果还活着 应该和他一样的怀疾 我 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过生日 你还真是有心啊 居然提前调查了我的过去 还故意带了跟项链在身上 可惜你不知道的是 这跟项链上 还有一个吊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张妈 先生 苏小姐刚嫁起来 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你叫人给她清理一下 顺便 教一教她父亲的规矩 妄言 将规矩这种麻烦事 张妈应该不太会 但是 我倒是可以教教她 来人 都听见了吧 把她拉到花园里去 好好地清洗一下 是 别碰我 别碰我 她竟然也是十年前来的玉城 跟芊芊一样 立刻去安排一下 我要马上去一趟富家 可是白总 今天是白氏和海外合作方签约的日子 合作方都等着呢 您这个时候去富家 岂不是 只要能找回芊芊 就算让我放弃整个白氏 都再做不下去 是 别碰我 别碰我 跟我来 这吊锥 怎么和妄言手里的那枚这么像 是她刚才吊的吗 你要干什么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我们怎么对你 我们先生说的 让我们这样干的 所以啊 丈妈 丈妈怎么回事 这冲洗身体 怎么能不脱衣服呢 你别太过分了 苏小姐 我可这都是为你好 丈妈 把苏小姐身上的 湿衣服给她脱下来 免得让她着凉了 你别太过分了 要是被我 富望年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 苏宁我告诉你 在富家只能有一个富太太 那就是我 给我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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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冷不冷啊 没事吧 求求你别让他们把我的衣服 好了好了 没事 有我在 好温暖的环保 她要是我妈妈给多喝 妈妈 来 没事 先起来 你们也太过分了 苏小姐好歹也是富王爷 名正言顺的妻子 你们这么欺负她 不怕被富王爷知道吗 富王爷知不知道 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是吗 可我看唐小姐好像也不是富家的人啊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是富王爷的旧事 富家跟我白氏集团每年的合作上百亿 我倒想看看 富王爷会不会因为你 一个旧事 而得罪我白氏集团 你 你想干什么 你把苏小姐欺负成这样 我看不下去 想为她出口气罢了 白斗 你误会了 我们这哪是在欺负她呀 是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 我们这只是在听医生的 为她治病 原来是误会呀 那这样 沈曼 我看唐小姐好像也有点神志不清 要不 我们也帮她清醒清醒 你们敢拿水自我 我却跟我爸爸说 不是你说的可以治病吗 沈曼 上 这是 是浅浅 颜哥哥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只要你拿着它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忍住彼此 是浅浅 敢伤我的浅浅 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住手 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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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妄言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妄言今天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这么容易了 白董 你不在白氏集团好好待着 跑到我傅家来欺辱我的女人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的女人 副总裁 你是不是眼瞎呀 我看这位被人欺负成这样的 才应该是你的女人吧 要不是我赶来得及时的话 还不知道被唐小姐欺负成什么样了 没事 听见了吗 她都说了她没事了 何况 就算她真有什么事 也轮不到你来管吧 苏小姐嫁进你们傅家 怎么说也是明媚正娶 你就这么看着她被人欺辱吗 苏小姐 吓到我傅家 让你受委屈了吧 没有 听到了吗 麻烦你收起那些不必要的同情心 唐琳只不过是受到我的吩咐 瞧苏宁一点规矩而已 至于怎么交 我都不介意 所以在你的眼里 唐小姐怎么对你的老婆都没问题 傅王爷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们白氏选择跟你们傅家合作 简直就是瞎了眼 正好今年还没许约 白董如果想解约的话 随时可以 好 什么 是 吩咐下去 从今天起 解除跟傅家的一切合作 从此永不再合作 解除跟傅氏的一切合作 从此永不再合作 碧儿 碧儿 你们不要吵架 苏小姐 你不用担心 可是 没事 这不应该是你操心的事情 沈蔓 带苏小姐先去换解衣服 别着凉了 是 真的不跟我们走吗 谢谢白董的好意 既然我嫁进了傅家 就是傅家的人 总不能不高二别吧 对了苏宁 你也是十年前来的玉城吧 那你还记得 你来玉城之前住的是哪吗 来玉城之前 我也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齐山市吧 齐山市 当初丢倩倩的时候 我就在玉城 从未去过齐山市 难道 她真的不是仙倩 嗯 嗯 喂 要我们找到人 我们已经找到了 你要问的问题 她也答对了 白董 您要的人找到了 什么 所有细节都对上了 苏宁说的地点完全不对 可 有人做了 走 马上带我去 这些年 每次想你的时候 都会给你写信 不知不觉 已经积攒了这么多 写给我的 都怪我 我居然不知道 你竟然一直不在我身边 这些信 不是写给那个浅浅的吗 平时碰都不让碰 今天出作用了 这不是我刚才 紧的吊坠吗 看来 他是看到吊坠从我身上吊落 却把我当成了浅浅 怎么了浅浅 你不认识他们吗 颜哥哥 是你吗 你终于找到我了 是我 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 撒谎 可是颜哥哥已经娶了别人了 我知道颜哥哥 早就已经把我忘记了 不是这样的 苏宁他只是 除非 颜哥哥能够把那个女人 彻底赶出去 然后和他离婚 我就相信 颜哥哥还是爱我的 他是苏家联姻的工具 不是我想退就能退的 不过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一定不会碰他的 你想怎么样对他都行 好不好 可是 我没想到那个女人 每天都能跟哥哥在一起 我就 我马上就给他赶出去 嗯 乖 不过来 我就知道 亲切一定不会让我为难的 怜欲对象 我就不信 等他让你在玉成哥大家族 面临彻底凋零的时候 你还能继续忍下去 湛妈 今天晚上 我为先生还有苏小姐 准备了一场庆功宴 到时候 你联系玉成哥大家族 还有各大媒体 请他们务必准时参加 夜会开始之前 不准告诉任何人 知道吗 是 谁 苏小姐别紧张 我只是来送个东西的 看 这个是傅妄言 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你就赶紧穿着吧 可是 这衣服 别可是了 再磨叽啊 妄言就要回来了 跟我走 我帮你去换 我觉得这个裙子 好像短了些吧 你懂什么 这是夫妻之间的情趣 傅妄言啊 就喜欢这种调调的 你现在不是已经嫁给他了吗 就要学会取悦他 你就在这乖乖等着傅妄言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好 傅总年轻有为 又取了苏家千金 你们两家一联手 富士以后的股票 一定会一记绝尘的 而且苏小姐人美身材又好 傅总真的是好福气啊 恭喜 莫言 吃宴会又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 我不喜欢这种场合 可是我还给你准备了 其他的惊喜呢 这样吗 出门了 这是干嘛的 这是干嘛的 怎么啊 什么情况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干嘛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放出来啊 我的天哪 这是 这是谁啊 是 是 妄言 妄言 妄言你干什么 我们只是商业联姻 你在干什么 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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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不是傅妄言 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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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言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苏小姐 你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啊 是还没到晚上呢 这条野狗给我拉下去 打断他的狗腿 不是 哥 你听我解释 不行 唐小姐 滚开 不要拿你的狗掌碰我 堂堂苏家大小姐 想不到是这种不知廉耻的货色 想不到苏小姐年纪轻轻的 玩的这么花呀 看这样子 估计都不是第一回了吧 哎呀 怎么这样啊 怎么是这样的人了 这是什么回事啊这是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苏小姐 你还真是什么人都能勾搭呀 妄言你听我解释 来人 把苏小姐给我轰出去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这样对我 是 妄言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这么晚能去哪儿 要不咱们还是 我去跟苏伯父说一声 顺便聊一聊退婚的事情 嗯 这货 你才刚结婚 就敢跟外面的男人搞七搞八的 你还要不要脸啊 我没有 我怪你有没有 父王爷已经提出退婚 你现在立刻去换衣服 马上跟我去傅家 给傅总道歉 下来 快点 快点 走 跪下 妈 你现在知道哭了 爸 你当时跟野男人快活的时候 就没想到有今天吧 爸 不是这样 什么不是这样 啊 现在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唐小姐还专门给我发了视频 你当别人都跟你一样瞎吗 不是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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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副总裁 千错万错 都是小女的不对 但是你看 咱们之前的合同是谈好的呀 婚礼也办完了 你这退婚的事 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是啊 这退婚 说出去也不好听 再说 苏妮已经知道认错了 现在全玉成都知道 我父望颜的老婆欲求不满 您让我怎么再给她机会 副总裁 这个外部舆论的事 交给我们来处理 我保证 傅氏的名誉 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不必了 这次联姻本来就是个错误 明天一早 我就去办理离婚 你们走吧 从今以后 傅家 不欢迎你们 不欢迎你们 副总 再考虑考虑 再考虑考虑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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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交代什么来着 养活你这么多年 连这个小事你都办不好 妈 好痛 疼 疼死你活该 你给我记住了 要是副总 不原谅你 你就别回去 你就是死 也给我死在傅家 小贱人 走 妈妈 妈妈 妈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不是吧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在玉城 妈妈这回 总算是把你找到了 怎么没有那根小脸 是 对了 千千 我记得 当年妈妈跟你分开的时候 给你留了一个手镯 怎么不戴着呀 别提了 当年 跟您分开 我的手镯就被人偷了 手镯不见了 对 对啊 什么 立刻报警 这个人居然冒充浅浅浅 很有可能是商业间谍 不是 妈 你怎么了 我是你的女儿呀 女儿 你恐怕连我给我女儿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吧 不是手镯吗 来人 把她控制住 别别别 我就是听说白董事长找女儿 来碰碰硬琴 您别抓我 董事长我真的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白总 您最近太累了 要不然 明天齐山孤儿院的视察 我替你去 齐山孤儿院 对啊 您忘了 这是距离玉城 最近的孤儿院了 听说有不少孩子 都是玉城医师的 苏宁也是从齐山来的 会不会 对了 苏小姐现在怎么样了 苏小姐 她刚被曝出婚内出轨 已经被父王延赶出去了 据说 现在正蹲在家门口求原料 婚内出轨 嗯 你把苏小姐的DNA样本 拿去检测机构 让他们马上给答复 好 那个死瞎子 应该走了吧 还没呢 什么 她还跪在门口 怎么了 早餐不合胃口吗 不好吃 一点味道都没有 哎呀 要不你带我出去吃吧 好不好 好啊 小时候你总说想吃真正的蛋糕 前两天我收购了玉城最好的蛋糕店 这次带你去吃蛋糕好不好 好啊 啊 父子 父子 是你吗 是又怎么样 你还妄言丢了那么大的脸 不会以为跪一跪 他就会原谅你吧 不是的 不是的 父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滚 别碰我 父子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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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 父子 你别走 我这是在想什么呢 倩倩这些年一定是过得太苦了 才会变得有些刻薄 我应该好好补偿他才是 妄言 你老盯着我干啥 把你弄丢了这么多年 当然得都看几眼补回来 对了 苏小姐还一直跪着呢 我有些担心 你说他会不会出事啊 好了 我会让顾峰给他赶走的 苏小姐 傅哥让我送您回去 我真是瞎了眼 当初怎么收养了这么个废物 你跟他死在傅家算了 我看啊 想要从他身上 再挽回傅家 是完全没有可能了 既然这样 不如把他卖出去 炸干他身上的最后一丝夹只 你的意思 嗯 好 就把他送到KTV去 供肚神玩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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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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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哪儿 你的养父母 已经把你卖了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苏大小姐了 而是咱们夜色KTV的陪唱公主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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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你放我走吧 不然苏大给你陪唱好不好 做你的梦吧 给你十秒钟 立刻把工作服换上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苏小姐 来 喝杯酒吗 刘总 我真的不能喝酒 这你就没意思了吧 我可是特地为了你才来夜色的 能和副总裁的女人一块喝酒 我可求之不得呀 今天你就好好陪我喝了这杯酒 来嘛 刘总 我真的不能喝 给脸不要脸了是吧 都做公主了还不想喝酒 今天这酒 我让你喝 你就必须得喝 我不喝 我不喝 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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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白总 白总 你救救我 白总 白总 求求你 你救救我 我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想强迫我 白总 什么 白总 这都是一场误会啊 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苏小姐是您白总的朋友 我以为她就是夜色的一个配上公主 你看 她穿着制服 白总 白总 柳小姐那边必须尽快赶去 她是您妻生女儿 我知道 既然苏小姐都跑来做陪偿公主了 我是不会再多管闲事的 不是的 白总 不是那样的 我是被卖来的 不是的 芊芊绝不可能来这种深色场所卖校 我真是瞎理 居然会把她当真仅仅 什么 我们走 不是这样 白总 差点以为就坏了老子好事 想不到苏小姐 原来这么可我男人 那我今天就好好满足你一下 你放开我 叫啊 你继续叫啊 你叫得越大声我越喜欢 光天化日 你们居然做这种事情 都等着坐牢吧 你什么东西啊 谁让你们进来的 芊芊 这一定不是你自愿的 是不是 是他们强迫你的对不对 别怕 妈妈来了 妈妈带你走 走什么走 大姐 我这是在工作 还是说 你也想加入我们一起 一起玩啊 一起玩啊 来 一起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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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芊芊 我劝人过了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 别怕 跟妈妈走 妈妈以后保护你好不好 什么芊芊不芊芊的 你认错人了吧 再说了 我出台费可是很贵的 我们是来救你的 不是想让你出台 救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需要救啊 你 你不是被卖到夜色的吗 没错 我当年就是被养父母卖到这里的 可是后来我有改变主意了 这里多好呀 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周围男人都围着我转 我招招手 他们就可以给我送钱 这样的日子不是挺好的吗 你想要多少钱妈妈都可以给你 你跟妈妈走好不好 哟 她说我想要多少钱都能给我呢 大姐 知道在场的各位身价有多少吗 就不说别的 就是刘刘今天晚上跟我走 我可以出一百万 凭什么刘刘跟你出差呀 只要呀 刘刘愿意跟我走 我愿意给她出三百万 再整一辆车 听到了吗 在这里 我只需要一个晚上 就能赚到你们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就凭你 你拿什么来养活我 你拿什么来养活我 跟妈妈走好不好 哎呀 算了 煩啊 别动 赶紧滚啊 就算你是我亲妈又能怎么样 当初养父母虐待我的时候 你又去哪儿了 现在我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 你才知道来找我啊 滚 别引向我赚钱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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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走吧 滚啊 王哥 滚啊 千千 妈 快快快 滚啊 千千 去 千千 什么 你说浅浅 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你和浅浅这么长时间没见 可能 臭娘们 咋了我还敢 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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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总你听我说 不是那样的白总 白总不是的 你救救我 行了 苏小姐 我心情已经够烦了 真的没有心思再管你的破事 白总 不 麻烦你放开手 什么 我们走 我 我究竟在想什么 我本来就是个没人要的垃圾 父王 岩不要我 苏家不要我 妈妈和岩哥哥他们 他该也早就不记得我了吧 现在 甚至连白总都不会再帮我了 丑娘们 都说了 没人能救得了你 乖乖跟我走吧 嗯 白总 结果出来了 什么结果 您之前不是要把苏小姐DNA 拿去检测吗 这结果出来了 您真正的女儿 是苏宁 是苏小姐 这 这 这 求求你救救我 我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想求报我 苏小姐 真的没有心思在管你的破事 救救我 快 救人 妈的臭娘们 该打老子 老子生平第一次被你打 苏小姐 恭喜你 我是头一个 我今天就掐死你 前世 白头 你怎么又回来了 滚 倩倩 倩倩 欩倩 妈妈对不起你 我的怪女儿浅浅 医生 怎么样了 还好 你女儿的基本生理情况 已经稳定 另外眼睛也已经治愈了 等到拆线的时候 应该就能重见光明了 白冻小心 没事 她没事就好 浅浅 都怪妈妈不好 是妈妈太笨 没认出你来 想不到你离开我之后 既然过的是这种日子 就连你的眼睛都悲 不过你放心 从现在起 妈妈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 别走 妈妈 你醒来 白冻吗 抱歉 我 我这是在哪呢 这是医院 医院 我怎么会在医院 我昨天晚上 我不是已经被拖回去了吗 是白冻您救了我是吗 是 果然是你 白冻 谢谢你 本来就是我抛下了你 你难道不怪我吗 没什么好怪的 我和白冻 本来就没有什么交集 您能选择回来救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您可能不知道 我从小被我的亲生父母卖了 就连我的养父母也一直在利用我 这个世上 恐怕也就只有白冻您愿意帮我 我又怎么舍得怪您呢 如果可以 我可以做任何事来报答你 白冻 你怎么了呀 你怎么了呀 没事 你醒了就好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医生交代了 一定要好好休息 白总有事的话先去忙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好 白董 什么时候带她回家 我需要准备安排吗 心不紧 我还没有将一切都告诉她 什么 可是你好不容易找到她 为什么 这些年 她一个人受了太多的苦 柳小姐有句话说得不错 她吃苦受罪的时候我不在 现在又有什么资格去认她 这件事情先不急 先等她养好身体 苏小姐 可以试着睁开眼睛了 白董 我可以看见了 我可以看见了 谢谢医生 白董 这次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不用谢我 毕竟 毕竟什么 没什么 你出去以后打算去哪了 苏家这样对我 恐怕我是回不去了 至于傅家 也不会再欢迎我 我打算先回齐山孤儿院看看 说不定会在那边待一阵子 不如跟我回白家吧 啊 不了 白董 这次您费了这么大力气 才把我救出来 还替我治好了双眼 我真的不能再麻烦您 不麻烦 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说 我曾经有个女儿 跟你长得很像 你不介意的话 做我的干女儿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您一直以来 对我都很照顾 能做您的干女儿 是我高攀了 那 那你现在就改口 叫我妈妈 妈妈 放心吧 如果我真的没地方去 我一定会去找您的 白董 海外合作方 还在等我们确认这份单子 走吧 其实后来从养父母家逃出来后 就想去孤儿院找你 可是我到了去发现 原来你早就 若妍 以前的事情 咱就不说了 好 不想听就不说了 等我们结婚后 我们再一起去创造 更多美好的记忆吧 望颜 话说得这么好听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这件事情有些复杂 不过你要相信 我一定会尽量的东西 我一定会尽快办完一切就回来娶你 我一定会尽快办完一切就回来娶你 暂且相信你 笨蛋 颜哥哥 颜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别碰我鼻子 我吃饱了 有些累了 想回去休息了 好 我还有一些公司的事要处理 你先睡吧 奇怪 前天小时候不是最喜欢我刮她鼻子吗 怎么现在去 让你办事情怎么样了 笨哥 苏家不肯让步 非要咱们赔上北部那块地 才肯配合离婚 那块地皮价值百亿 她苏家怎么搞 我再给她最后一天的时间考虑 如果她们还呼叫蛮缠 那就取消合同作废 让她们在玉城 彻底消失 是 亲切 十年前我就答应过你的 我会在我们约好的那一天 正式去你为妻 不过在那之前 我还需要回一趟孤儿院 把当年藏在老地方的接着拿出来 原来小时候的孤儿院 是这个样子的 她要带快 是这个样子的 对 因为谁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好 去也行 好 十年了 雁哥哥 我们说好的 十年之后的约定 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那个人 怎么像是苏尼昂 他怎么会在这里面 他的眼睛好吗 喂 父王爷 他怎么会来 这里是我颜哥哥约定的地方 父王爷他怎么会 苏家怎么说 父哥 他们答应了 但要求各退一步 陪外伤城区的地平 行 去给他们 另外 你着手准备一下我和唐小姐的婚礼 好的 父哥 和苏宁离回手续办妥之后 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娶唐小姐为妻 你在想什么呢 父王爷现在和唐宁的感情那么好 都要结婚了 他来这里恐怕也得是办公室罢了 咱们 咱们 王爷去哪儿了 哎 先生啊 一大早 说是去了奇山雇儿院 什么 他去那做什么 呃 咱们 他不会是发现 我根本就不是钱钱了吧 脚趕赫 马上备车 我要聚齐山孤儿院 颜哥哥 如果你能看见这张纸条 那今年的1月18号 我会在老地方等你 时间前 怎么会 妄言 抓到你了 是你 是你 果然猜得没错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我还打算给你个惊喜呢 原来这真是你准备的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 对了 我和苏宁的离婚手续已经办妥了 顾峰马上就会把离婚证送来 真的 那我们赶快回家吧 干什么呢 今天活不干完 你俩谁也不准睡觉 妄言 外面好冷啊 我们早点回去吧 妄言 还记得我们相识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吗 还记得我们相识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吗 相识的日子 哎呀 袁哥哥 我的头好疼啊 我 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怎么了 刚刚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头疼了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倩倩倩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明知道你对过去的那段记忆那么抗拒 还非逼着你要想起 这些年 你一定在外面吃了很多苦 赶紧怎么样了 天哥哥 我好饿呀 你能给我买之前的蛋糕吃吗 没问题 我自己去买 喂 蔡姨 你马上要安排人 去齐山孤儿院 把苏宁给我带出来 苏宁 又是你 反正你已经离婚了 也是时候该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颜哥哥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看到 我留给你的纸条 喂 妈 在孤儿院住的怎么样啊 习惯吗 不习惯的话 要和妈说 一切都挺好的 你们是谁 苏小姐 跟我们走一趟吧 喂 苏宁 苏宁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浅浅 沈漫 在 你马上调用白氏的全部力量 全程寻找苏小姐 我怀疑她被人带走了 是 苏宁 还睡着呢 蔡姨 把她给我叫醒 你想干什么 怎么 眼睛不瞎了能看见 就算不瞎了又怎么样 今天在齐山孤儿院楼上的人是你吧 苏宁 我告诉你 不妄言 她就只能是我唐宁一个人的 居然为了挽留她 我一跑到齐山孤儿院 去和她偶遇 就那么喜欢偷吃是吧 好啊 我满足 知道吗 按住她 给我掰开 给我掰开 苏宁 你居然敢吐我身上 长嬷 把东西给我 唐小姐 这是不是有点怪啊 要是先生知道了 会不会 怎么 你要告诉她 不不不 那你快点给我拿过来 好 苏小姐 既然这样 那你就别怪我对你狠心了 是你非要缠着父妄言不放 今天我就只能把你毒雅 清清 医生 刚住在病房里的女孩呢 哦 她 十分钟之前就已经出院了 什么 唐小姐 这 会不会出人命啊 就算出人命又怎么样 汤这个废物 没有人会在乎她 就算她今天死在这儿 都不会有人发现 走 你的 艺人 我 得 哪 应该是 Marg zij 这个 任何人不许离开 尤其是这个唐小姐 白董 你什么意思啊 别装了 唐小姐 你早就想害苏宁了是不是 上次在傅家 你就想借机羞辱她 这一次她正好无处可去 被你抓住机会了 我告诉你 如果苏宁有任何问题 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等等 你还不能走 你想干什么 今天我走不了 你们也别想走 孙爷 怎么回事 你脸上怎么这么多血 是苏小姐 苏小姐不知怎么知道 我们要结婚的消息 却让白董派人给我绑过来 说要亲手杀了我 什么 白董 白氏集团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下三浪了 副总裁 你是不是眼睛瞎了 她哪点像是受伤流血的样子 明明就是她想害苏小姐 被我抓包撞见了 才倒打一耙的 不 王爷 我没有 别慌 妈妈这就送你去医院 走 站住 今天你必须给我傅家一个交代 否则 休想了 副总裁 白董没有骗你 真的是唐小姐 要害苏小姐 她还强迫你的女佣 强行把钥匙 灌到她嘴里 钥匙 我没有 他们都是一伙的 你要相信我 我就只有你了 闫哥哥相信你 乖 别哭 古方 拦住她 今天不给唐小姐道歉 一个都别想走 父王爷 你这么做 是彻底想和我白氏翻脸吗 白董绑架我的女人 还想让我傅氏给你面子 今天白董如果敢走出去 从明天开始 傅氏将全面打压 白氏的一切 好 正好 审判 吩咐下去 从明天起 玉成谁敢再和傅氏合作 就别怪我白银不给他活路 是 白董你疯了 我们走 沈曼 联系白氏的一切医疗资源 不惜任何代价 你一定要救回傅小姐 放心 我能付出什么代价 这次妈妈 一定要救回你 宿宁到底是谁 竟然让白银为了救她 不计一切 孟严 他们走了 我知道 那他们绑架我的事 我还没有 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她 我没事 不用担心 放心 酸素小姐误喝了雅药 不过好在药宵没有完全发作 应该过几天就能好了 什么 雅药 是啊 不过苏小姐运气好 没有喝下太多 如果计量再大些 这会儿恐怕早已被腐蚀了声带和气管 彻底变成雅药了 唐吕 居然想让芊芊彻底夺雅 好了 病人需要多多休息 这样才能尽快好 那先好好休息 啊 谢谢芊芊彻底夺雅 芊芊彻底夺雅 这要不是 各位要是对我的决策不符的话 随时撤资就行 各位请回吧 哎呀 糟了 福哥 白氏集团已经开始疯狂打压子公资产业 甚至开出高价 挖走了十几个业务经理 子公资现在已经全部停业了 知道了 不是 福哥 你想想办法呀 明天就到日期了 我们交不出货的话 要赔出天价位约金 该怎么赔 赵家赔偿就是了 反正这次之后 白氏 也活不了多久 你的意思是 他们这次相当于得罪了 全行业的供应商 迟早会被排挤 最终死在自己手上 好了 你先回去吧 之后关于白氏的相关的事情 不用特意来跟我说 是 妄言 你怎么来了 还穿那么少 妄言 我有个办法 或许可以扳倒白氏 你要不要听 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之前白氏的人绑架我 宋宁还差点把我害死了 你不是说好要替我报仇的吗 这种龌龊的事 就不是我的办事风格 不过你放心 我会用我的办法 给他们一个惨痛的教训 好了 乖 公司的事你不用操心 你快去吃饭吧 嗯 傅妄言 我就知道你还想护着他们 看来 必须是我亲自动手了 听说你和白氏集团 有一点过节 是 白氏那个贱女 上次坏我好事 后来还到处抹黑我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扳倒白英 什么办法 苏小姐 你可以正常说话了 我的嗓子好了 白总 除了这些 本来要年后交货的批次 IS3.0要提前 对方说 如果一周之内看不到货 就告我们欺诈 一天之内 连这十几个合作商 都提前交货日期 绝不可能是交货 是啊 如果交不出来货 违约金可不是小数目了 先别想那么多 尽可能调货 谁是白英 有人举报白氏集团 欺诈合同数额巨大 立即跟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谁是白英 我是 立即跟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没事 只是配合调查而已 不会有事的 我走之后 白氏集团就先交给你了 白董 妈妈 怎么就一直不回消息啊 该不会出事了吧 今天白董如果敢走出去 从明天开始 傅氏将全面打压白氏的一切 不会是父王爷 对白氏出手了吧 不行 我得去找他 嗯 查播一条紧急新闻 白氏集团被多方合作商联名举报欺诈合同 营涉案金额巨大 集团董事长白英已被警方逮捕 什么 什么 我妈她怎么样了 保释金要多少 她出来了吗 这次案子牵扯有点大 警方那边说 暂时不允许保释 还要再等等 那怎么办呀 白氏这次为了跟傅家开战 掏空了现金储存 结果那些合作商都说好了一样 全部要求提前交货 导致白氏账面亏空 有没有可能 傅氏搞得贵 应该不会 傅总裁虽然看女人眼光不怎么样 但是为人光明磊落 说来讽刺 现在能救白氏的 恐怕只有傅家了 你是说傅王爷他能救吗 傅氏和白氏 有80%的业务重合 如果他愿意帮忙的话 说不定能度过这次危机 那我们可就找傅王爷帮忙 苏小姐 你以为我们不想吗 我早就已经去过了 可他那边说 除非你能跟唐小姐道歉 并且让他原谅你 否则 不会管我们的 你可以去 苏小姐 放心吧 唐玲 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苏小姐 苏小姐 白斗能不能安人出来 就看你了 运气挺好啊 嗓子治好了 没想到啊 苏大小姐 居然会主动来找我认错 那这认错嘛 光是嘴巴上说说 那可不够 苏小姐 想怎么样 是你主动来找我道歉的 又不是我道歉 干嘛要来问我 唐小姐 对不起 还有呢 那天 是我的不对 我不该绑架你 对不起 真是不容易啊 苏小姐 总算是意识到 自己的错了 但是这磕头嘛 光磕两个 那是不够的 继续磕吧 唐小姐 满意了 这才哪到哪啊 这样吧 你当着我的面 一口气喝下这瓶酒 我就勉强原谅你 这口气 怎么 无愿意 如果能喝完这瓶酒 让唐小姐原谅我 我当然愿意 拿着 苏小姐 我不是让你拿好吗 这么好的酒可惜了 要不 你直接跪着把它喝了吧 唐灵 你别太过分了 既然这样 那看来苏小姐 并不是成心 想跟我道歉 你也不用救你妈了 我喝 苏宁 你在干什么 莫言 幸好你来了 刚才苏小姐 她非要进副家 我想把她拦住 结果她就拿酒瓶砸我 这么好的酒都被摔坏了 我没有 真有你的 苏宁 真有你的 我以为你是来 给唐小姐来道歉的 没想到 你还想来害她 不是的 副总 我真的是来道歉的 这瓶酒 是唐小姐她自己 我有病吗 我自己打我自己 望言 你看这女人还污蔑我 我没有 来人 把苏小姐给我轰出去 我副家 不欢迎你这种人 是 凤言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先去查监控 你别赶我走 闭嘴 没听见吗 副家不欢迎你 把她给我赶出去 是 我不走 唐小姐 唐小姐 我求求你原谅我 白洞是我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情人 那些都是我的不好 我求求你原谅我 松开 别穿我衣服 我的吊坠 为什么会在你的身上 你的吊坠 你的吊坠 什么你的吊坠 这明明是我的吊坠 我是不会问错的 这是当年我妈妈给我的 我一直都待在身上 还给我 你 莫言 他抢走了我的吊坠 看好了 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了 正义来 颜哥哥和妈妈他们一定 敲出来 他不属于你 松手 你 你 父王爷 你是我的吊坠 你还给我 苏宁 愣情卖惨的本事 你可真是无人能及 幸好有你 不然的话 吊坠又被他给抢走了 放心 我不会让他抢走 属于你的任何东西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从此以后 我不想碰见这个恶心的女人 是 不要 不 我的吊坠 你把我的吊坠还给我 他竟然认识了这个吊坠 难道说 他就是父王爷心里的那个女人 苏宁嫁进来之前 王爷有提前调查过他吗 没呢 先生 只是把他当成了个普通的联姻对象 说是没有必要调查 只是个摆设 唐小姐 你想调查呀 对 帮我查一下那个女人的一切 她过去的所有 我都要知道 是 为什么 唐琳她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吊坠 那是妈妈和颜哥哥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白斗 如果你在就好了 一定会帮我的 可是现在 天宁 苏小姐 听说你很想救白斗出来 我可以帮你 不够 只要能救白斗出来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苏小姐 咱们可是说好的喝一杯呀 你这都喝了一晚上了 你才喝了七十八杯 还差得远了呢 我说苏小姐 如果实在喝不了 咱们不是还有第二个方案 是啊 苏小姐 何必呢 我们哥几个 会好好疼爱你的 谁说我喝不了 白斗 你帮了我那么多 你帮了我那么多 这次 该轮到我来帮你了 我便在里帮你了 你帮你了 我说你帮你了 品牌 你帮你了 来帮我们了 也帮我去帮你了 也帮我帮你了 你帮你了 目标后 你心里帮你去帮你了 给 zelfs不可 要我说啊 这苏宁真紧 不瞒你们说 之前我花高债在夜色包他 他死活都不累 现在居然为了这个白鹰 陪我们往死里喝 不过刘总 他应该不知道 就是你把白董给搞进去的吧 何况咱们也没那个实力 把白鹰给捞出来 知道就知道呗 突来金凤凰这种地方 他还能逃得了 苏宁 看来你就是那个 让父王言心心念念的女人 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了 贾妈 现在人在哪 听说是为了救白董 和刘总的那些人 主动去了金凤凰的会所 哟 是个好地方 贾妈 你安排个嘴巴严厉的人 跟我一块过去 这事儿 千万不能让王言知道 哎 唐小姐 你教教我 你怎么来了 这 我们跟苏小姐认识 不过就是一块玩玩而已 唐小爷要是不乐意 咱们就不玩了 苏小姐 苏小姐在哪儿 我怎么没有看见 唐小姐说的是 这哪有什么苏小姐 我们马上把她带走 唐练 唐练你什么意思 唐练你明明都已经看见了 蔡姨 今天咱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场大戏 千万别辜负了苏小姐的牺牲 这枝没调转 究竟是谁 苏小姐 别拽我衣服 快给我 他不属于你 松手 古风 福哥 有什么事吗 当初苏宁嫁进傅家的时候 我是不是没有查过她的过往 是 您当初说她只不过是件商品 没必要管她究竟是正版还是盗版 那现在 你去查一查她的一切 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又要抄她 最近还有谁查苏宁吗 是唐小姐 唐练 她没事查苏宁干什么 她现在人在哪 刚说有事 和蔡姨去金凤凰会所了 备车 我去找她 是 放开 放开我 可别怪我不帮你 谁让你是父王爷的最后人 为了我的幸福 为了我的幸福 你就乖乖去死吧 糟糕 唐小姐 傅先生过来了 她怎么过来了 都别玩了 妄言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和她 你是说苏小姐 我也是刚好路过 看到苏小姐 在被一群流氓欺负 一时间气不顾 却帮了她一把 帮了她 没搞错 谁知道苏小姐 是不是故意过来找刺激 谁知道苏小姐 是不是故意过来找刺激的 傅王爷 够了苏小姐 不要在我面前装出这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现在唐灵也救完你了 该滚蛋了吧 行 今天谢谢唐小姐过来救我 我让你偷吃 看你还偷吃 别打了别打了 倩倩你快解释 你根本没有偷吃不是吗 下次再给我偷吃 看我怎么收拾你 妈妈 等等 古风 你现在唐小姐她们出去 我想跟苏小姐单独说几句 是 她都这样子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乖 就几句话 唐小姐 请吧 苏小姐 你说唐灵的那个吊坠是你的 这话 是真的吗 你说唐灵的那个吊坠是你的 是又怎么样 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是她亲手磕的 我是不会认错的 你妈妈给你的 我和浅浅是在孤儿院认识的 而且平时也从来没听过提起过什么妈妈 看来她果然不是 我到底是怎么了 明明早知道她不是 这个预知 本来是完整一块的 后来 我把它 望远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你们的 我只是想问你个问题 问完我就走 1月18号那天 是我们的今天日 到时候 我订个草莓小蛋糕带过来好吗 绝不能让我颜问出真相 只能这样吗 你 全都记起来 当然了 1月18号 可是我们两个相遇的日子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 1月18号 你把它还给我 对不起 我来晚了 1月18号 可是我们两个相遇的日子 我明白 唐龙之所以抢我的调转 就是为了顶替我 那也就是说 父王爷 难道就是 好了 我想问的都问完了 却不打扰你们了 副总 我有个问题 想问你 不用了 我想问的已经问完了 也不用麻烦苏小姐 再绞进脑子编故事 可我说的都是真的 副总 副总 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对了 白氏那边我已经查清楚了 确实是有人恶意运作 你记清楚了 苏宁 我这次帮白氏不是为了你 而是为了让你离我远一点 以后别再打扰我的生活了 为了 让我离你远一点 是这样 父王爷他果然没有骗我 他真的把你给救出来了 你说什么 是父王爷救了我 他不是 苏宁 你都做了些什么 父王爷怎么会突然转型来救我 你快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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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父王爷干的 不是不是 是我在 金枫黄酒店 被刘总他们打的 什么 你 好了妈 不说这些了 只要你能回来就好 都是妈不好 不过你要记住了 不过你要记住了 以后无论为了谁 都不能糟蹋自己 听见了吗 妈 你不懂 我在这个世上 我在这个世上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只要你没事 我做什么都行 小孩子 你要真的是我妈妈就好了 要是 我真的是你的妈妈 那 你会怪我吗 怎么会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是 妈妈给我的信物 已经被人抢走了 就算我站在她面前 她也认不出我了 谁说的 就算你没有信我 我一样知道你就是钱 你刚叫我什么 刚才叫我什么 听错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没 没什么 听错了 我没有听错 浅浅 你刚才叫我浅浅是不是 妈 你就是我的妈妈 对不对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妈妈也终于找到你 可是妈妈 你应该早就知道 我是浅浅 可你为什么 一直不认我 我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 白董 我明白了 之前 你帮了我挺多的 现在我也帮了回来 我们也算是扯平了 既然白董不想认我的话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去打扰你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去纠缠你 打扰您的生活 再见 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别走苏小姐 你母亲 她不是不想认你 她是不敢 浅浅 我的好女儿 妈妈不是不想认你 只是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孤生在外 受那么多的苦 妈妈都不在你身边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是我的女儿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都是我的女儿 我都不会不认你的 我只是担心 担心你知道这一切之后 会怨恨我 会不想认我这个 不称职的妈妈 你是我的妈妈 怎么会不认你 我的好女儿 晚安 静静 你马上去趟金凤凰会所 好好查查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白董 查到监控了 今日之后 我不想再看到 雨晨还有金凤凰的存在 知道了 她怎么也在 苏小姐 这哪有苏小姐啊 我怎么没看见 好啊 浅浅明明上来求救过 你却亲手把她 推入了深渊 好恶毒的心 白董 那现在 我让父王颜亲眼见见 她喜欢的女人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苏宁 你运气还真是好了 三个男人一起上 居然都弄死你 喂 苏宁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吊坠吗 我可以给你 只要你把吊坠还给我 你要多少钱都行 不是 我在齐山过儿院门口等你 但是我只给你十分钟 如果你来晚了 就和你的吊坠永远说再见吧 我一定准时到 白董 傅总裁现在真的不方便见你 傅王爷 你知道你的好唐琳究竟都做了些什么事吗 怎么 白董多管一个苏年还不够 现在连唐琳的事情都管了 我的女人 就这么让白董感兴趣吗 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这是 成练了 唐小姐你什么意思 你们放开我 这一定是误会 唐琳她身心善良 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白总如果不信 可以一起跟我回傅角 亲自问她 不用了 我刚刚已经收到消息 你的唐小姐已经开车去了齐山孤儿院 躺去那里做什么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苏宁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苏宁 你去死吧 苏宁 你去死吧 小心 你 望远 颜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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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呀 颜哥哥我要装的不是你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打救护车呀 我还要跟你结婚呢 颜哥哥 苏宁 今天的事情都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王爷他根本就不可能出事 你这个家伙 今天被车撞死的人 为什么不是你 唐小姐 今天是你叫我过来的 是我叫你过来的 又怎么样 实话告诉你吧 今天我本就是打算开车把你撞死 你这个贱人 如果王爷有什么事 我一定让你给他培葬 唐小姐 你信不信 你如果再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可以告你故意杀人 我 我 我刚才只是说了气话 那就请唐小姐以后说话注意点 别再让我抓到把柄 看来这把鹰是铁的鲜药王苏宁了 不过放心 迟早会把你们俩一起弄死 医生怎么样了 万云他没事吧 命算是保住了 不过 人还不一定能醒来 这次的车祸 对病人损伤太大了 患者的一个肾都被撞成碎片了 恐怕我们得换肾了 换肾 是的 只可惜啊 咱们医院并没有匹配的肾源 我建议啊 你们作为家属 去做一个肾灶的匹配测试 如果合适 立马就换 要是给他一个肾的话 那我不就少一个肾吗 医生 我可以先去看看他吗 可以 抱歉了副总 我必须要知道 我必须要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他 唐绿 唐绿 也是 他都和唐小姐结婚了 不念的唐小姐 难道上面都我吗 唐绿 家属请等一下 这个呢是刚才手术的时候 患者随身佩戴的一个育配 刚才手术一时请急 没来得及给您 请您带回去吧 这是 这是 父王爷 竟然真的就是颜哥哥 原来他一直在我身边 可是 他已经忘了我 要娶别人了 怎么了 是东西有问题吗 医生 我可不可以做这个 摄云配型测试 你要做 对 颜哥哥 无论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都一定会救你 好了 跟我来吧 你想清楚了 父王爷可对你从来没给过好脸色 你真的有必要为了他 做到这一步吗 妈 为了他 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 可是 您就别再劝我了 我已经确定过了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颜哥哥 什么 我联系了很多家医院 他们的肾源都不够用 王爷的身体 要是因为找不到肾源 百事集团 苏宁去匹配肾源了 他去 恭喜啊 你的肾脏和患者的完美匹配 也就是说 我可以救他 对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马上安排手术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浅浅浅浅浅 怎么样了 妈 医生说 手术很成功 我真的把他救回来了 那你要在这儿好好住在这儿 妈 我要出院 你才刚做完手术 身体都还没恢复好呢 你记清楚了 苏宁 我这次帮百事不是为了你 而是为了让你离我远一点 以后彼此打扰我的生活 我不想 再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打扰他了 可是 浅浅 妈 求你了 我 还想最后见见他 和他道别 颜哥哥 再见 这一遍 可能就是永别了 怎么像是听见了浅浅的声音 望言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 怎么了 你忘了吗 你为了救苏宁啊 被一辆路过的小轿车给撞了 当时我下车的时候 他已经神志不清 应该不会记得是我 呃 呦 呦 醒的还挺快啊 不过你要记住啊 你这幻肾手术啊 才刚刚完成 这两天啊 什么 幻肾 是啊 车祸对你的肾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要不是你正好有家属匹配上你的肾源 这两天还醒不来呢 今天的药啊 别忘吃了啊 他说的 都是真的吗 唐莲 你竟然为了我 获了朕 只要你好好的 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等我出院 一定娶你 好 苏小姐 傅望言 他出院了 嗯 他 今晚高调宣布 要娶唐离为妻 还邀请了 各大名流出席的婚礼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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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袁哥哥 看来你终于成功追到了你的幸福 那看来 我也是时候该彻底退出你的世界了 嗯 倩倩 你这是 要离开玉城吗 怎么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 一直在玉城待着 挺无聊的 我想出去看看 嗯 倩倩 你是不是听说了父王爷要结婚的事情了 嗯 乖 没事的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走 妈陪你去找他问清楚 妈 他们都要结婚了 我只是个过客 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 可是你才是真正的 如果父王爷真的不是爱他 那他也不会因为他代替了我 而真的要娶他 妈 求你 让我走吧 你呀 副总裁和唐小姐真是狼才女猫天作之河 听说唐小姐对副总裁 可是一往情山好像给他捐了个扇 保他一名呢 真的吗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呀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已经死了 我发誓 从此以后 一定好好对你 父王爷 你这个白痴 我可以证明 当初救你的人 根本就不是唐灵 而是 苏宁 我可以证明 当初救你的人 根本就不是唐灵 而是 苏宁 什么 什么 沈曼 把手术记录给副总裁好好看看 是 白斗 我知道白痴和傅家一直不对付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用这么下散烂的办法来破坏妄言的婚礼 妄言 我们赶快把他们赶走 我 副总裁 先看完记录 再赶我走也不迟 我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我都已经为了你 失去一颗肾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这是真的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 这上面的名字 根本就不是唐小姐 唐小姐 你敢当众做一个CT检测吗 证明确实丢失了你的肾 这些日子 每当我收起手术 唐里都要转移话题 难道救我的人真的不是她 宝安 宝安 快把他们拉走 苏宁她 为什么要这样救我 因为 她就是浅浅 而你 就是她最重要的颜哥哥 而你 就是她最重要的颜哥哥 妄言 你听我解释 我才是浅浅 她们都是骗你的 傅王妍 你是不是真的傻 都这么长时间了 难道你都没有一点怀疑吗 唐小姐她有信无用的如何 我可以证明 那枚玉坠 根本就不是她的 怎么证明 我做了DNA检测 确认苏宁就是我的女儿 而那枚玉坠 就是我给她的 是假的 颜哥哥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只要你拿着它 我让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忍住彼此 所以 所以 傅总 你别走 唐琳什么意思 你明明都已经看到我了 唐琳 这封信是浅浅留下的 浅浅她不想让你知道 她给你捐了一个膳 不过 我感觉要让你知道事实 妄言 你听我解释 我才是浅浅 你 你 你 虎方 闭车 明白 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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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哥哥 我好没用 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座蛮式回忆的城市 既然你已经有唐小姐了 那这对戒指 就让我留作纪念吧 找到了 什么 快给我看看 我最亲爱的浅浅小姐 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 无论生死无论贫富 我 我愿意 我最亲爱的浅浅小姐 等我长大以后 我一定买一枚 比这更大更好看的钻戟 真真正正的向你求婚 浅浅我发誓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最亲爱的浅浅小姐 等我长大以后 我一定买一枚 比这更大更好看的钻戟 真真正正的向你求婚 浅浅我发誓 好幸福啊 他们果然来了 父王爷 如果我得不到你 我也绝对不肯让别人得到你 父王爷 苏宁 我不会让你们两个好过的 你们两个一块去死吧 有人吗 有人吗 我 倩倩 都怪我 都怪我 这些年 我一直在寻找戏物 可我没想到 原来你其实早就已经在我身边 可是当时 我却对你这么患 别碰我 别碰我 他不属于你 松手 你知道吗 我其实根本不爱逃离 我以为他是你 我以为这些年 他吃了太多的苦 才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我在娶他 想弥补他的一切 可我却 其手把你推开 其手把你推开 我该死 我该死 对不起 我该死 对不起 我该死 对不起 清浅 是你吗 清浅 是你吗 我 我差点以为 又把你弄丢了呢 颜哥哥 你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 我父王颜之辈子 爱的人 从事之中 只有你一个 只有你一个 你怎么了 颜哥哥 这里空气不对劲 有毒啊 千千 别担心 我带你走 副总 怎么了 都用整个副室的力量 那把卫生集团也要救活他 是 医生 情况如何 哎 抱歉 苏小姐先前为了救您 已经失去了一个肾脏 如今 她又吸入太多的一氧化碳 导致她的心脏 严重受损 哎 很不好 你的意思是 啊 好好珍惜她最后的时光吧 千千 千千 必定需要一个人 副哥 咱们已经尽力了 苏小姐她已经 继续找 无论是谁 只要能治好苏小姐 我父王颜 愿意把整个副室送给她 好 千千 希望你能得到 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 白总 不好了 苏小姐昨晚煤气中毒 已经送进医院了 千千 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 哪怕要我死 我也一定要救你 哎 你究竟对她做了什么 把她害成这个样子 你 父王爷 为什么躺在里面的不是你 如果可以 我愿意和她交换 白总 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 可是他们都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想想办法 求求你 医生怎么说 最多 还有一周 神慢 吩咐下去 等用百事的所有力量 不惜任何代价 寻找国内最顶尖的医生 一定要救回千千 是 你 你 是谁啊 你 是谁啊 你 你 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 骗你的 我怎么可能会忘了你呢 你 袁哥哥 这怎么可能啊 她的心脏明明已经衰竭了 这简直是奇迹啊 医生 她怎么样了 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剩下的事 只需要好好静养就可以了 千千 你听到了吗 你好了 没事了 因为有袁哥哥的爱 我就好了 你们这些小年轻小情侣啊 不过要记住啊 她大病刚出狱 还是要多静养 别受太大刺激 她才刚刚回复 知道吗 千千 等你出院了 我们就结婚 这辈子 我再也不想松开你的手 好 第一切 就好像做梦一样 那现在呢 还像是在做梦吗 这辈子 你不可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喂 妈妈 我领证 哼 哼 我领证 我领证 也想送给大家 就好了 就这样 我领证 你 desenvol 可以